如果不是被镜头拍到 我们还真不知道 张义还有这一首 台上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颁奖典礼 坐在台下的张义却拉着任素希的手把来 咋的 这是改行了 不做演员做大夫了 看大哥成龙就很敬业 来参加颁奖礼 还不忘修版的 还有刘德华 这回是来搞笑的吗 怎么老是盯着张寒宇的袜子看 看就看美 看完还给人抛个媚眼 好家伙 这要是被贾林看到 心都要碎了 张若云倒是不看袜子 但也不看了她 全程目视前方 江苏影响主动搭讪都没有机会 看了一眼后 直接被吓了回来 还是一个人坐着吧 杨丽也挺保向的 在裙子上发现一根羽毛 吓了台像献保式的拿给杨子看 结果杨子看了一眼觉得无聊 还是导致导致自己的刘海吧 和张若云正好相反 几位八五花拍照竟不带赵丽颖来 赵丽颖指的一个人坐在角度 要说社交 还得淫淫 能和和刚刚红起来的高叶成了闺蜜 果真不简单 这社交手段也是没什么 最后再看看李庆 和宋倩坐在一起时 俩人就像陌生人一样 谁也不搭理谁 转眼看见热巴走过来 离老远 李庆头就身得老长 这热情的样子 可刚才简直判若俩人 一条年线 感谢观看